挥别疫情阴霾 曼谷设计州重磅回归 泰国创意经济局在曼谷各大区域举办活动和展览 我国文化部驻泰国代表处邀请多位长出泰国 和泰国有渊源的台湾创作者 或是和台湾有关系的泰国创作者 共同展出艺术作品 策展人郭于佩表示 疫情后泰国艺文活动和展览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艺文界又回到了生气勃勃的状态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重新停下来 回过头去凝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生活经验 然后好好的想想 然后希望他们用瞬间的凝视 回过头来放到他们的作品上面去 除了文化部 台湾设计研究院也收押参加 想以曼谷设计州的循环永续概念 以圈圈为主题 展出台湾国营企业品牌 民营品牌和设计师作品 像是利用台电电力设备废弃物制作的杯垫 用回收玻璃制作的作品 以及鱼网再生尼龙制作的眼镜架等等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圈圈 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重视永续循环的岛屿 那我们过去做了很好的垃圾回收分类 所以我们很强的制造实力 那未来台湾也发展设计为改变产业 改变城市的软实力 张机毅强调 泰国重视文化和设计 这次的展览不仅将台湾设计 带到泰国和世界交流 更致力发展台湾的永续循环产业链 请不吝点赞订阅